一名女老师惨遭杀害这消息传回学校 同校的师生非常见惊 同事说遇害女老师教学相当认真 也曾经获得校方颁发机优教师 表示相当的难过不舍 曾经和学生一起颁奖合照 最右边笑得很开心的女子 就是被杀害的林姓女老师 其他同事得知老师遇害的消息 简直不敢相信 因为女老师教学认真 和学生的互动良好 还曾经获班机优教师 非常认真负责任老师 受到同学的喜爱跟尊敬 他生活非常单纯 几乎不请假 34岁未婚的林姓老师 在学校的餐饮科任教近6年 教友非常单纯 还曾经带领餐饮科的学生 获得台式面食的亚军 平常独居在这段大楼 有警卫的情况下 会在大楼里面遭人夺命 社区居民听到非常害怕 完全现在不敢下去了 我孙孙不敢落地下室 我从一家车在那里等 消防车和救护车 第一时间赶到了命安现场 由于找了半天 女老师最后在蓄水池被发现 居民一度担心饮用水有问题 不过消防局澄清 这是消防用的蓄水池 和住家用水完全无关 才让居民可以稍微安心 中天新闻简正风 周宜德 桃云报道